是大的 我的都大了 我的都很大很大 还有我弟好像是正常的 就只有那个 正常的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女孩在我妈妈带着那个妈妈 还有小弟 最小的弟弟两个是正常的 现在读书那个都是啊 人家才读高专年龄很大 然后上次去改的话都没办法去改 因为我们是农村出社的 而且那时候我妈生我们都是在家里生的 今天生了明天就背起来干活的那种 然后没有出生证明 因为你有出生证明的话 你现在去改 很好改 就是没有出生证明 都不是去月生的 我们全部都在家里生的 然后也没有经社坡 就是我爸我妈他们两个自己搞定的那种 对 我们在山上发扬的那个地方去 街上都是很远的 家里 一个多小时 走路那时候都没有车 摩托车都没有 没有 穷的叮到响 家里面 家里吃土豆的不够吃 说实话 以前我爷爷他们算很富的 就是地里的地主来的 后面我爸这一大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很不行 条件就很差很差 知道吗 然后我们搬家也搬了很多个地方 我们以前是大凉山的 为什么我妹妹不读书 就是很多就是搬家这个原因 你知道吗 绑到这个地方去 又绑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那时候抽抽色 也是管的挺严的 然后我放在一边 我妹放在一边的 我们两个都算 因为我们两个是女孩子嘛 他们觉得就是比就重男妻女的那种 然后把我们两个 我是小的时候我就在我姑姑家 我一天就背着两个小孩 然后发很多牛 我是在奶奶家 他是在奶奶家 我是发很多牛 而且 包括下雨也好 怎么样的也好 我都是背着我姑姑家的那两个小孩去发牛的 真的 很苦 那时候心很痛 真的 然后我整天那个割猪草什么的 我这个手全部都是受伤 全部都被我割的 这 全部都是疤 真的 割猪草的嫌疑 这里还有很多 然后真的心挺痛的 想想过去还是心挺酸的 真的 后面没有 我姐姐也是在我爷爷奶奶家长大的 那大姐 祝贺一年才 就是明年就结婚了 几年才在我们家待了一年 对 他一直都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叫我爸爸都不叫爸爸 他叫一个叔叔的那个名义 因为很多人叫叔叔的名义嘛 妈妈就叫妈妈 对 然后那时候比就重男妻女 他们认为就是女孩子读书 反正都是嫁人的 对 是要想的 不用读 就是那种 要年纪到最上不了 因为为什么 你看我爸爸他自己也是没有为患人 他自己是读生子以前 我爷爷家超级有钱 然后呢 就是让他去读书了 我奶奶说怕别人来欺负他 打他 然后天天就放在家里养的那种 然后家里就问了一个买以前的话就没有车 没有什么的嘛 那种龙粗的话 也是 就是我爷爷他们就是龙粗的那种地主嘛 你们有可能不懂 然后那时候我爸爸说 没有什么好吃的饭 就是最好的饭就是那种玉米 就是那个菠谷 他吃的每天都是那个菠谷 就是给姐姐妹都不吃的 然后一大早就把那个马喂好了 以后就是我爸就骑着那个马下 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 没有干过一点点苦力活 虽然以前的年代 但是他没有干过一点龙虹 然后后面你看我妈就很小 年龄很小就嫁给他 我爸比较父母知道吗 然后我妈那边就比较穷 我妈现在才50岁到了没有 然后我爸我妈他们两个相差10岁 然后我妈妈说他第一次来 爸爸在的时候我管理管不住他 然后就是天天都哭着的很可怜的 我爸那时候我妈才16岁家 才16岁也说起来很可怜很可怜 十八十九岁就怀我姐了 后面还我的时候 他说把我生下来 我爸爸从来都不回来的 就是到处玩到处飞的那种 所以就感情不好吗 他们从小到现在 然后好像是多少彩礼 嫁给我爸爸的就是未来钱 所以我妈就苦了一辈子 所以不想现在不想让他辛苦 真的如果条件也许的话 就是想带他们出去玩啊什么的 以后如果可以的话 因为这两年我在外面也是不怎么行 都是薄笔 有的是不薄笔就是这样子 前几年的话还是可以的 但是人这些人 人就是这样子 你自己好的时候也不会珍惜知道吗 因为自己好的时候以后都是这样子 你们也看到我妈 也是大手大脚的 我妈那个人头发都白弯了 而且就是啊 而且现在毛病可多了 一下子这样拖一下子那样痛 因为生小孩的时候没有做叶子 没有吃哈 有啥病毒这样子 你们想一下 生小孩干大生 白天干活晚上生小孩 晚上开始干活 晚上生完第二天又自己起来干活 你说下什么吗 我记得生我最小的那个妹妹的时候 我已经很大了 然后我也记得 我记得很轻松 然后我妈生那个的时候都是怎么说的 我跟你们讲 就是也没有在床上 就在地上 除一些东西在地上 就是完了那是就是那种山上的那种 菊菜 菊菜叶子 还有菊菜叶子 还有那个什么 另外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的 我不知道朋友 苏树的那个苗苗 苏树上面的那个苗苗 然后弄出来 然后放在家里 然后他就穿着那个 披着个什么 让我们少庆民族那个披肩 然后做上面的真的 对披着那个披肩 嗯 我的天啊 后面你看经过我们自己生小孩的时候 真的我妈他们真的是怎么熬过来 跟那些真的跟那些牛和猪没有什么区别 真的 所以现在母亲人一直这样说我真的 我想到我本身就是一个 农村的人 他这样子说我的时候我心很酸很崩溃 知道吗这样吗 挺可怜的 真的 我爸的话真的没有 虽然我们家没有钱 我爸的话没有吃过什么苦 他都没干过什么苦 小的时候我们拼命的干天天都干活 下雪都在干活 我爸都是不怎么干活的 我不知道为啥 如果我爸有点能力 我们也不至于过得这么辛苦 有可能也会都是很勇为患了 因为你看我弟弟读大学 然后我弟弟就 小的那个就不行 家妈我跟你们说 我们家里面的人很重男情女 小时候 就我奶奶他们 尤其是我奶奶他们 我奶奶他们 我哥他们去他们家的话会给他们吃 但是我们女孩子去都没有糖吃 是 就是那个红糖 就是那个红糖 不是红糖 就是小的时候 那个不是包装好了 软软的 那软绵绵的那个糖吗 对 那时候就熬的天呀 吃一口糖 就是像他吃了一盒黄金一样的 真的 哎呀想想想过去的 想想过去还是挺想哭的 真的 因为我爸也是独生子 我爷爷也是独生子嘛 所以我哥 我爷爷前面那一代也是独生子 对 而且他们这几大都是很富很富的 我爷爷他 他爸给他分家的时候 就是飞了 就是以前都是飞银子嘛 那个银子这么大的那个飞 一百多个 然后他娶了七个老婆 对 你们想想 然后后面他就吸上一种那种 那种东西了 你们懂的 对对那个以前 然后他就被关进去了 然后我奶奶说我奶奶他们那边也挺富的 以前富的话就是你女儿嫁出去的话 配一个洗衣服的 配一个包孩子的那种女嘛 嗯 然后我我奶奶说 配了两三个过来 然后他一气的当场就跑了 晚上跑漏了 结果 后面还了我姑姑 我有三个姑姑 然后还了我姑姑就没办法了 有可能就缘分就是这样吧 我给你们说三个钱嘛 我们的 就大娘子那边以前很久以前的时候 你租着基本是租在山上的 他们为什么租在山上 没有我们爷爷的钱 但是他是住的那个西厂市里面的 那里有那个很多可以 哪有是那个也是便便的了 好不好 上一次把我们进去 就是上水点 那那个条件很好的 他那里不是事 然后那个一直叫我爷爷回去 我爷爷那个傻逼也都不回去 人家那个回去的话 现在都是资产都是千亿了 真的那个地卖起来都值那么多钱 我跟你们讲嘛 这个为什么一直喜欢住在山上 因为以前就是打仗的时候 很久以前说 他们说住在山上是最安全的 土匪吧 我们一租人就是 我奶奶都是讲土匪怎么怎么样 打仗怎么怎么样 一说那个他就巴拉巴拉的 说一句说不完 对这样子的 说白了一租人就是土匪 住在山上的 真的 我没有开玩笑是真的 以前 现在很多 现在也好了 现在山上很多都通电通路了 以前山上基本上都是走路的 我去我外婆家 我的天啊 我有一天晚上记得很清楚 我跟我妈妈一起去我外婆家 哇 那个山又高 人又没有 坐火车去的 那时候又有鬼 对 然后我跟我妈 我妈拉着我的手 背上还背着一个 不知道是她 是另外一个 应该是我弟 嗯 然后就是走啊走啊 下火车以后 走四五个小时 才到我奶奶家 那时候我小不会害怕 我妈说她害怕的很 因为没有公路 因为那时候鬼挺多的 现在没有鬼了 好像不能说鬼 阿飘说 以前都挺对的 我爸他都说亲子见到过 嗯对 说有阿飘 就山上里面 他说明明在这里 看到他在那里开树 然后过去了没用 然后后面回来的时候 他就问他朋友 你今天在那里开树干嘛 他说我压哥就没去那里 我爸说第二天去看那棵树 完全没事的 对 这样子的 很恐怖的 像这样的话科技发达嘛 这些店太多了 有可能就没有了 然后小说对 我姐她她的话 就是家里面条件保障 很早早就出去上班 我十六岁就出来了 我上次给你们讲过 而我呢 而我呢十岁十一岁 就让我们发羊 给爷爷奶奶他们发羊发牛 下雪也好下雨也好 就不读书给他们发牛发羊 就这样子干活 就是弄土豆弄包骨这样子 我真的 其实你看城市里的孩子是很娇气的 所以人家说我的手很丑很丑 怎么样你们看 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一样的 就这样干活出来 人家流一点雨就会感冒 我们流一天的雨也不会感冒 从来没有看医生 我记得很清楚 有一次我发羊摔的 我这个眼睛都看不见路了 我爸妈都没有带我去看医生 我是装不装可怜 我的生活就基本上这样子的 所以我跟你说 原次我发羊去了 从山上掉到下面很多石头上面 然后我这双眼睛 天哪 我打个拼踢 我这个眼睛就发过来的 天哪 我妈他们就压根就没事一样 我身上 对 我身上都有很多很多伤疤 摔个解吗 我都是用别东西盖住 所以那时候如果可以的话 调剂不好可以少生一点小孩的 但是 因为他们不懂这些 但是没有也不懂 而且他们就是很多都是单的 很多都是单的 然后我也 男人就老是支持我爸妈 他们两个儿生 生 然后生了 那时候你看医院也没那么发达 不想要也不会去打掉 你知道吗 很多都是生下来就不问了 就这样 很多的 对呀 人家不要孩子 那时候都是 不是去医院做人流啊什么的 后面生下来才扔扔扔的很多的 你没看到那个年代的很多人 都捡到小孩在路边 真的很恐怖啊 但是谭明昂是很好的 没有吧 我们任何一个人生了 生下来都留下来了 然后给他订了王王亲 给我订了王王亲 我哥也是订王王亲的 这样吗 是啊 然后我们全部都订了王王亲 对啊 就不算没人要了一样 两个玩得很好的 今天一起喝两杯二锅头 等下就 他们就上头了 我的儿子嫁给你 你要嫁给我 就这样子了 一句话 然后就看了我们一辈子知道吗 然后害了一辈子 到后面不行了就赔钱 对啊 赔这个我们一辈子都挣不回来的钱 是不是账片吗 是不是家人们 就要赔我们一辈子都挣不回来的钱 知道吗家人们 真的 我现在是很自私的 我现在就自己要过得好 我不想学那么多小孩 我也不想 现在我妈一直让他多舍几个 让他让他好好跟他老公复婚 我妈妈 天天什么 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的 那个就只睡 只下一个大 只是一个玩 他们我亲戚朋友 全部都说我像那个东西 就是一个鸟 那个鸟不知道叫啥 叫啥 普通话我不知道叫啥 就是只下一个大的那个叫什么叫啥 哈哈 我姐就是那种 所以有一次我姐和我妈 他们两个吵架了三天 他们两个都不说话 为了小孩是吵架的 我姐就说生那么多干嘛 现在被你们生那么多 我们都没有读书 然后现在 然后我妈就气死了 然后现在搞的 我们去哪里都怎么怎么样 被也看不起怎么样 我姐就这样说嘛 然后我妈就说 我不想给你们读书吗 我就没有实力 就是没钱嘛 我妈也没办法呢 其实那时候也不要什么钱 按照你来说 还是要只想让我们干火 知道吗 都干一份火 其实那些读书 都不要什么学费的 就是等于就是我们 那时候不要学费 那时候我妈 让他们一点点 几十块钱都没有好不好 去外婆家说 但是那时候读书 几十块钱都不要的 去外婆家 就是因为我们去读书 都没有人到火了 去外婆家的时候 我那个舅舅拿 舅妈拿五块钱 给我妈妈 我们两个做车费 那时候我那舅妈家 甚至是富豪 回家有钱的 对啊 拿五块钱什么概念说 给你们坐火车 只要我记得 那时候走进去 都是家里 如果游民啊 或者是游民啊 自己吓得那就大 对对 自己吓得那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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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起来了 去走进去的 真的 真的是 不知道我们这样说 你们想不相信 但是你们如果 应该会详细的 因为你说憋出来 我们哪里有那么多 这是真的这样吗 这比我拍的那些视频 还苦的 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然后天天被打 天天干这样 小孩多嘛 小孩我们两个一起发言 我们两个一起发言 因为我爱哭 因为我爱哭 我爱哭 我爱生气 然后我现在 你看现在有些人骂我容易哭 怎么怎么样是很正常 因为我的心很软 我的心很软 很容易哭 然后他就是 发言的时候 打我 然后骂我 然后我回到家了 我爱哭我妈给打 我就能永远的记得我心里面 我 因为你知道吗 讲什么呀 咱们哭 又哭他他就又哭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我们 发言那个很多是 有老虎什么的 然后小的又想不通吗 怕他有什么事吗 然后 慢慢哭他 阿哲哲 乖 我混得混得哭 有的时候知道吗 哭了 就是 打他给你打不赢我 比我想那么多 是不是 哎呀你打了好不好